如果再參加我真的會爆感 我可能會是全 選手裡面壓力最大 來自於 美國的老婆 快點 我殺死你 威廉新婚假日夫妻無法意義之作 參戰全明星最怕卓君澤 才勝出鞭子 對於要稱呼為老婆這件事情 你很肉髮 我也很想肉髮 威廉和前體育主播卓君澤 穩交三年多 今年四月登記結婚 新婚人夫就算行程滿檔 婚禮還是得好好給老婆 雙手奉上 所以今年會辦嗎 有在考慮要不要辦婚禮這件事情 就比較多一些摩擦 我想說 到底是怎麼樣 他還是需要有儀式感 對 因為他畢竟是 生氣起來的時候是 然後工作的時候又是 所以現在做人 是不是打算搬婚禮中 還是認真 其實一直有在做 對 但是如果我們時間可能的時候 沒辦法 一直做 所以我們是 weekend 假日夫妻百事恩了 那我想不到下職 我覺得盡量是兩個人上 多無一上 你有沒有覺得自己新婚之後 那個慾安也好像現在進行走過 沒有 本身也沒有辦法 滅掉我自身的努力 其實真的 尤其在現在這個階段 夏天 就真的有點像做夢的人 對 對 你每天都要面對 這是艷陽高招 那你現在進行走過 目前是第三個 戲劇就是 插空檔 破竄的部分還是有辦法 就是說兩天 唉唷 忙成這樣子 難怪做人計畫 只能約在假日 結棒主持全明星4的卓君澤 還因此壓力大到過敏症狀復發 其實我知道這件事情 不全然是從他的口中得知的 這個不知道能不能講 我只知道他要去跟製作人開會 反而是得到製作公司的老闆 因為老婆不是要來什麼 什麼要跟銀糖嗎 我說我以為只是 只是在詢問他開會 基本上我很開心他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這是他吃飯的工具 畢竟他本來就是體育主播 而且加上他一直在設立體育相關的賽事 前兩天我幫他準備那個字卡 來去Samen幫他印 那樣特殊用具 就是比較厚 我幫他剪輯 我們都在剪輯 半個小時 那已經去睡覺了 但是你覺得很可惜 還沒有辦法來參加 對啊 其實有點可惜 如果在參加我才不會爆感 我可能會是全 選手裡面壓力最大 來自於那個我的老闆 破端間 我殺死你 那如果有機會來一個節目的話 你會想參加哪個會 不然你加入小姐好了 因為畢竟能一直輸 我去參加的時候幫他反敗活生 那我就成為歷史 成功不必讚我 但是必須有我 這是團體運動 對 所以你覺得小姐的問題就是在於 他們有單下比賽是拿手 可是團體這部分比較適合 而且還有那種凝聚力 就比較難 然後你跟選錯的王子 在挑戰 作詞 沒有什麼 還有一些 跟選招星的